謝謝鄭偉 波控出來 這裡就是我辦公室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也在這邊 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工商時間 但跟鄭偉的無關 我們剛剛有看到簡單的影片 我們會在明年時候 把這個完生的 我們把VRG7帶到日本去 讓完生可以遠距回家的經驗 在明年時候 可以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熱情的期待 我們回到 我們現場 鄭偉當然完全不需要介紹 剛剛有提到這個是他的單方式 之前有提過 非常感謝社創中心提供這個場地 讓我們可以 社會和創新這個議題之下 去講我們的科技共好 我們今天 等一下會有 鄭偉有準備一個slido的連結 有個QR code 在我們的網路上 在這邊上面 大家不管是現場的或是線上的同時 參加的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這邊提出問題 如果對於問題特別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按讚 前面的鄭偉來向大家回答 在這個大家提問之前 我這邊其實有準備幾個問題 鄭偉之前跟我們有很多的交流 那自2019年 在疫情開始之前 9月的時候 鄭偉有到美國去 在紐約的時候跟他的一些交流 那時候其實他帶了一個團隊 一群團隊 是總統北黑客松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鄭偉就是總統北黑客松 其實我們就有了解他跟社會創新 有直接的相關 他是一個社會創新的直接產品 不曉得你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 可以跟我們分享 這裡就是總統北黑客松的決選的場地 我們最近才在這邊產生出 總統北黑客松的前五強 那他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們每年會有200多個不同的想法跟提案 畫部門的提出來 那每一個都必須要扣合到 現在大家在下面看到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這17個不同的顏色 至少要扣合到某一項 所以他是一共共利益為出發點 那經過平方投票法 然後經過跨部門的協作之後 那到最後每年會有五隊 取得我們總統的獎盃 那個獎盃就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那底下就是一個投影機 如果你打開這個投影機 就會投影出總統辦這個獎盃給你的錄影 所以這個獎盃自我描述 這個叫Meta 就是自己描述自己的意思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有點像神主派 就是說不管你提出來的東西 在法規上有什麼問題 好比像說遠距的醫療 那當時就是有蘭嶼的 就是他們覺得說後送做直升機 可能會發生危險 不如用遠距來做 那這個是需要法規上面調適 然後就做了法規調適 或者是說救急車難以贊通 那個是高雄氣爆的那個時候 救護車能不能直接連線到旁邊的急救責任醫院 而不是說好像大家都是拼命在打電話 但不知道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這個也是在預算上面也有可法基金去支援 那不管是任運預算法規等等 反正你只要得了這個前五名 那就會好像是總統政見一樣 在下一個預算年度 我們就用全國性的這個做法 把你的社會創新就是兌現了變成真的 所以我們今年這個我也很高興啊 有看到有歷年來都參加過好幾次的 我們的那個本來做空氣盒子呢 最近做水盒子的就是LUS的這個社群 那他們做了一個叫做LUS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 它就是從頭前行開始 反正就是台灣的各個流域的治理 透過AR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知道 喝的每一滴水是怎麼樣子過來的 那這裡面當然跟他們的那個在地工頭啊 什麼都有一點點關係啊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棒 就是說這不是一個top down的 好像說環保書或水利書說的算的事情 而是就像大家每個人在陽台學校可以放空氣盒子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一起參與環境治理 然後讓不管是長輩或者是小孩 都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喝的水哪裡來等等 那當然其他還有很多很精彩的題目 就歡迎到總統的黑歌頌的觀望 包含我們前幾屆的這個冠軍 那五隊五隊五隊這個落地的情況都有在官網上面呈現 謝謝 謝謝 那剛剛您提到那個空氣盒子 其實我對那個一直有很強的印象 其實就是它把這個政府的一些資料開放出來 讓社會創新的這個夥伴去做運用 那有一些地方好像沒有這個設計的這個盒子的資訊的時候 我們還有其他方式來補齊 那其實就會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要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解決是人的問題嗎 有的時候我們需要是人的資料 大的資料來看說 那究竟有哪些問題可以來做解決 所以有時候會碰到的是一些隱私的問題 不曉得正偉怎麼樣去看待這個 就是我們今天的溝和靈弊 是其實不需要做什麼權衡 就是我覺得兩個可以兼顧了 就是既促進隱私自然 但是又讓它有可用心 那這兩個中間為什麼能夠兼顧呢 就是因為有一系列新的數學的方法 分成這個PETS 就是隱私強化技術 那最近大家如果去國研院 國網中心的Instagram或連署看的話 那都會看到說他們製作了一系列的漫畫 然後來介紹一些本來聽起來就很像火新聞的一些技術 就是什麼叫同態加密 什麼叫差分隱私 什麼叫聯邦學系之類 但是它是用一種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來呈現 那其實很簡單的講 就是說舉例來講 像假設我信得過Max 我把我的資料給他 但Max信得過另外一個資料處理者 那他不想說Facebook好了嗎 那給Facebook去運算 但是其實信任是不可敵的 就是我相信他 他相信Facebook 不了說我相信Facebook 那但是本來的這些做法 就是所謂的bring data to code 就是大家把資料不斷複製到有演算能力的人 事實上每一次這樣子複製的時候 各方的弧形就稍微降一點點 那現在用舉例來講 像剛剛講到同態加密 就是我把資料我相信Max 那Max說絕對不會跟別人講 然後他就加密之後 交給Facebook去做運算 Facebook運算的是密文 也就是說運算過程 完全看不到裡面的內容 運算完之後結果交回來 那他再解開 或甚至我加密之後再給他 所以他也看不到 只有我才能解開 或者幾把鑰匙湊起來才能解開 等等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大家平常在生活當中 就已經有接觸到一些 就是這種分散式的儲存 這些思想化技術的話 那之後就會了解到 可以去問你的資料的提供者說 這樣子複製真的是必要嗎 還是我們可以bring code to data 就是資料還是放在我們相信的人 放的地方 但是這個反而演算的方式 用分散式的方法去處理 把那個code帶到data這邊去 比較decentralized 對就是或者說federated 就是聯邦式的感覺吧 我舉例好比像說 像大家如果掃簡訊十點值的話 那送出來的那個簡訊 其實是沒有傳到機關署 也沒有傳到任何別的公司 它就好像一張便利貼那樣子 就貼在你的電線上 所以其實電線上本來就知道 你電話號碼幾號 所以它就是貼在那邊二十八天 如果都沒有人來看 沒有醫療人員來看 那就死掉了 所以目前已經死掉了 那二十五億則 那不是說什麼趨勢別的話 就不見了 因為它是職工防疫目的使用 那沒有這個目的當然不使用 但是對單一的這個儲存者 就是這五家點心商的任何一家來講 它其實不知道那十五碼 到底對應到哪裡 因為那個是腕帽在那邊製碼 所以這十五碼跟地址的對應 一直有腕帽製碼 所以這好像拼圖一樣 就是你拿拼圖的單一一塊 你都沒有辦法還原出一個人的足跡 只有當醫療人員真的需要 是要再能去調 那大家如果到sms.1922.gov.tw 那你作為資料主題 你可以key你的手機 傳個簡訊來 你打個簡訊的OTP代碼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在過去二十八天 是哪些現實的 衛生局的編號級的 醫療人員調了你的資料 為了什麼目的 這個就跟你的健康村子裡面 有藥室跟醫師的健保使用紀錄 是完全一樣的事情 就是雙向給出招待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一方面我們不會讓任何單一的資料提供者 好像就在你私上沒有所欺負 那二方面整個資料使用路徑 這個是雙向透明的 所以大概未來也會繼續使用這種 比較分寸式的方法 多中心的這種方法 來處理各自相關的事情 就是既然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那我第三個問題 其實跟上面大家問的問題很小 就是元宇宙 那我不曉得是因為我們公司叫Meta 然後跟Metaverse有關係 所以大家聽不懂要問元宇宙 還是我們都有之一同 那我的問題其實跟我們在場 我剛才所問的問題是差不多的 元宇宙成人的關係是什麼 那如何可以確保元宇宙 它帶來的是對於良善的增值 然後可以避免說我們之前所遇到的一些挑戰 那它的potential在哪裡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就是 關於誰的事情就要誰來參與 就要誰來一起做決定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像Slido同意在這邊 我們兩個人都不敢忽略Slido 所以本來有說好問題 現在就已經被帶過去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Democratic Governance 就是一個民主式的一個治理 那我覺得這個是元宇宙 這個概念裡面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元宇宙其實就是共享實境 就是我旁邊發生的狀況 然後我希望跟不同市區 不同地點的人 也能夠分享我實際這個在場的感覺 所以共同在場的這個感受 是元宇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在以前呢 我們在一些就是生態圈裡面 是變成說只有少數人 不管他是開發者 或是他有某種這個賬號 付的錢 SDK 的錢的人 還是怎麼樣的人 才能夠在這個宇宙裡面 那其他人所有這些被排除的人 就在外面 所以裡面外面就變成一個 這個二元宇宙 那但是這樣的話其實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安排 我們想要把旁邊的世界 的狀況分享給誰 變成是說 欸這個這道牆來決定說 裡面跟外面的人看到 是怎麼樣不同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蠻好的就是說 現在我們在台灣 用這些share reality 的工具 大家越來越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開放的 open source 的 自己可以嫁一個的 像那個很多人自己嫁類似 Minecraft 或者是類似Hater Town 這樣子的伺服器 就可以加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所以一旦你覺得 這個站長的這個規則 跟你想要的不一樣 那與其你被lock out 或lock in 那你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fork 就是你分支出一套 你自己的這個實境 那把所有同意這個的人 都要到你的這個實境裡面來 那我覺得這個才真正一樣 是多元宇宙啦 所以就是不要說發展 一套特殊的技術 然後綁定特定的硬體 或特定的軟體 然後讓更新的更好的硬體 或軟體沒有辦法發展 那我覺得這個是 元宇宙這個概念 之後發展的關鍵 那因為其實還有很多相關的問題 那我就follow up 在正位剛剛講說 其實開放 可以互相共融的 那這些 現在我們在網路上遇到的挑戰 在元宇宙可能也會遇到 那您覺得說用什麼方式 才可以共同去解決這個問題 還是在元宇宙應該用不同的思考嗎 但我想剛剛特別強調一點就是說 共享實境還是先有一個實境 然後我們去共享它 所以並不是說它好像就到一個 制外法權 或者它就到一個完全跟我們 不相干的一個空想的一個世界裡面 因為我們在裡面碰到的是真正的人 在裡面交到朋友是真正的朋友 我們的互動是真正人際的互動啊 不是說進去之後所有的人 我們都打單PC看喔 那這樣就不是很妙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互動的norm 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常規 基本上就是必須要跟我們在線下 十起世界裡面的這個社會常規 是要一致的 不是說我們在台灣 這個在網路相關要立法 其實大家可能都了解 我們不會針對網路上面的行為 特別去理一個法 我們會說這樣子實體世界裡面 不太OK的行為 到了網路上它要怎麼橋接 它相當於網路上哪些行為 因此也不太OK等等 我舉例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實體世界裡面的競選廣告 這個國外的人不能夠來投我們這邊的競選廣告 不能來捐我們的政治獻金嗎 那我們在自己這邊的政治獻金或廣告 那今天常言是用開放資料的方式 讓所有獨立的媒體等等 都可以來分析說 這個金流到底是怎麼留的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是我們民主的常規的一部分 但是當2018年我們發現說 你只要境外實力砸錢 就可以買Facebook廣告跳過 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就來跟Facebook談 那Facebook立刻就答應了 所以在2019年 那台灣變成是Facebook少數幾個 就是非常comprehensive的來做 說不管是境外不能打廣告 或境內的廣告即使用開放資料公開 因此有人想要操縱輿論的話 會無所遁形等等的 這個叫做Civic Integrity 就是公民社會的一致性完整性 那所以像剛剛這樣的做法 就是由民間這些朋友 先設定norm是什麼 那先講好norm是什麼 那他們透過Presure檢察員或立法院 到我們這邊也有同樣的陽光方案 所以公部門擴增 Amplify增幅這個norm 那接下來就是所有的四部門 就看到這個norm 那他們自己在網路上面 相當於可以做到同樣的結果 但當然實際的做法 可能跟實體實際的臉不一樣的方式 來展現說它是符合這個社會的期待的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做法 謝謝教委 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跟NFT募款有關 剛剛好像跟他有相關 NFT教育集中少數平台 那這個是不是與區塊力智慧合約 去中心化願景背道而馳 想問問看 這會覺得NFT跟我們實在場的時候 社會公益夥伴叫募款等等 這個相關的人 您的想法大概是怎麼樣 是 因為我自己這個早期學英文的原因 就是想要玩一個叫魔法風雲會的遊戲 這個可能很多人知道 那在魔法風雲會裡面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它很好玩的那個部分 給比賽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跟球員卡一樣 它可以收藏 因為它一版就印那麼幾張 然後之後也絕對不會重印 那就算我們在打牌這邊的人 希望他重印 他一定會換個名字再重印 那不然的話會這個影響到前面的那個增值 對不對 當時就是我對整個就是球員卡 包含什麼出閃卡 說什麼各種各樣子的 其實是有一定的了解 那在我看起來 就像剛剛講到這個是NOre 那NFT是它透過數位的方式去做到 相當於當時用印刷技術做到的那件事情 但是本質上它還是跟球員卡 或者計劃式的卡片遊戲 並沒有什麼兩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然在現在就有點像是 用能力印刷卡的印刷場 就那麼緊張而已 但是那個隨著時間過去 一定會越來越普及的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想主要的想要問的還是說 那你印了這個 除了就是收集的那個部分之外 它有沒有什麼別的 大家更能夠參與更能二次三次創造的 這樣子一種價值 等於是說是不是不是只是收集 而是能夠當作大家創作的素材呢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要問的 就像當時魔法風雲會的卡牌 它是我們創作套牌去比賽的這個素材一樣 它必須跟一些對社會有益的活動能夠結合 那這樣下一代的人才會願意是 繼續去維持它的價值 如果它跟對社會有益的東西不結合的話 那因為後面的人的參與權弱於前面的人 所以自然它就會自己搞另外一套 就不會繼續去做你本來這一套 所以代替之間的正義 在這件事情上也是很重要的 證委等一下還有一個行程 所以我們大概只剩一個問題的時間 那我們想問這個Robbie這邊提到說 這個元宇宙 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講 在元宇宙的發展當中 怎麼樣可以做這個準備 那或是現在就趕快做 是是是這很好的問題 對其實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你的Purpose就是非營利組織 當然都是有一個使命 那以前這個使命 常常大家碰到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如果沒有在第一線 接觸過這些需要服務的人 或者是說如果沒有在第一線 自己這個遭受過類似的苦難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有一個 就是多元交織 intersectional的這樣一種 彼此同理的這樣一種狀態 所以怎麼樣讓大家 設身處理進入同理的狀態 一直是很多非營利組織 覺得是就是只要讓整個社會理解 大家不是只是說好像抽象的理解 所有有這樣的狀況的朋友 而是說很具象的知道 等到你哪一天也老了 或者也怎麼樣了的話 那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景 那在以前當然是可以透過一些工作方 或者我們這邊地上是有過的 黑暗對話等等這種方式 都可以讓人設身處理 可是這樣子比較不scale 就是說你一次有很好的引導師 可能最多也就是幾十個人 能夠有這樣子的體驗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引導的經驗 透過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些共享使勁的方法 把它記錄下來保存下來的話 那未來就真的是有可能 就是任何人就自己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確保說 它可以進入你營造出的這個 互相設成處理 彼此同意的這個情況當中 那這個絕對是 現在就已經可以開始 累積這方面的素材 那也多試試看說 那我們在這樣子安排工作方的時候 是不是順便留下一點紀錄 那留下一點紀錄的話 那未來當我們要把這個方法 共享實境的時候 那我們這些引導師 或者我們這些實習在做工作方的人 就不會覺得好運 就是在搶我們飯碗的 而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新興的 等於是讓大家只要有一點點興趣 不用千里跋涉到我們這邊 也可以自己在家 現在就開始體會到我們Purpose 培養同理性設成處理 感覺的一個方式 好謝謝 謝謝鄭偉 我知道今天大家還有很多問題 還在上面 我們這些問題也會把他留下來 那剛剛老師 鄭偉有提到他的辦公室 就在這邊 離開的時候 可以來看一下這邊的這個 預約連結 可以跟鄭偉約時間 那跟我們約時間也可以 那我們工作人員 可以來跟我們約時間 那我知道鄭偉時間很寶貴 那我們這邊好像有一個條段 是要 要大家合照 我們國家機關很習慣 要合照才能合照 沒有 是留下這個值得記錄一個 是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就請 謝謝鄭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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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帶來精彩的內容 請先對我帶來舞台上 那